看這邊超多泉的 你看這個是什麼 薰衣草 從何歡山下來就是要來泡這樣子的 這個也蠻香的 但是我覺得香茅最香 但是我剛剛泡完硫磺溫泉 然後一上來 有一個V的味道 臉的毛孔都疏通開來 好爽喔 GOOD DAY 我是凱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我 跨年去何歡山 赴四度的影片 那時候真的冷到爆炸 我冷都快死掉了 欸你有後悔沒有跟我們上去 我跟你講一開始我還蠻後悔 就因為我要上班嘛 觀眾有人留言是說啊 那個趴飯的心理想 還好我要上班 真的 真的是我的心裡話 然後其實我在何歡山的時候 就一直想說 如果這邊有可以泡湯就好了 可以泡湯就好了 所以呢 我們就決定了 趕快去一個泡湯的地方 然後等他放在的時候就去泡湯 台灣真的蠻多地方可以泡溫泉的 那我們今天呢 就決定去宜蘭的江西溫泉去泡湯啦 Let's go 我們到了今天泡湯的地方 好大間喔 我們先去問一下哪邊可以去泡湯 好好好 全票是一百六 這件是我在泰國所買的 我好喜歡喔 泡湯一定要戴泡 浴帽 浴帽 阿 為什麼那麼小 我的頭太大囉 我的頭太大囉 好啦就這樣 看這邊超多泉的 你看這個是什麼 薰衣草 然後就 紫色的 然後還有 牛奶啦 阿 玫瑰啦 香茅 喔 好讚喔 現在都會有味道耶 我們現在在牛奶 從何歡山下來就是要來泡這樣子的湯 真的 如果何歡山有泡湯 這超讚 我們好像在吃火鍋的感覺 我們就在炸各種鍋底的那個湯 我們就是料 欸 牛奶真的有牛奶味耶 它薰衣草的味道也很重 我說我在旁邊薰衣草的味道 好香喔 不錯耶 好香喔 我們在硫磺泉 哇 你看寧柏凡在那邊 好可愛喔 我在哪 我在這 咖啡咖啡 真的有很濃的咖啡味嗎 我沒有說很濃 但是其實有淡淡的 這邊紅紅的是什麼呢 玫瑰圈 這個也蠻香的 但是我覺得香茅最香 香茅最香 我們覺得香茅是最香的 我們覺得香茅是最香的 這是綠色的 真的耶 對啊 這個紋死泡的 不是說這個可以 驅蟲避邪 要泡久一點 虛蟲避邪 所以我們把它泡久一點 所以我們把它泡久一點 讓我們這個 直接在蒼蠅啊 螞蟻啊 蚊子不要再朝我們睡覺 其實就是 硫磺好像有一些功能 對 但是我剛剛泡完硫磺溫泉 然後一上來 我整個 整個身體都是硫磺的味道 硫磺的味道 就有一個皮的味道 哇 你這邊包場喔 那我也要 跟著這裡還有蒸氣室啦 哇 這個烤箱有差不多70度耶 哇 這是什麼 真帥的 喔 好像要練習憋氣 我覺得它就是疏通毛孔的感覺 好難呼吸喔 哈哈 好難呼吸喔 臉的毛孔都疏通開來 他們都知道 我們的食物來了 然後就跑過來要吃 真的 哇 很癢喔 很癢喔 天啊 我下來看它會不會轉移陣地 哇 好誇張喔 欸 Buffet吃到飽耶 他們才只有大餐可以吃 天啊 欸 有有有有轉移陣地了 這鱉魚還蠻可憐的 為什麼 他們就 魚的整個 整個分段的生命裡 都是在吃人家在香港找的 什麼香港找 還有按摩的 好爽喔 我幫你拍照 哈哈哈哈 好像很好玩耶 而且 它下來就順滑到了 喔 還蠻快的 下來吧 你幹嘛叫啊 還蠻快的 還蠻快的 還蠻快的啊 我們今天泡了一個半小時耶 好舒服喔 所以可以繼續啊 因為我覺得很多樣 你這個湯泡完之後 你會想再泡兩個湯 然後它又有SPA的 對 你這個放鬆完你的肩頸之後 你才會沖那個水柱 哇超級舒服 它溫泉有超級多味道 對 然後我覺得它香茅桂花很香喔 然後 硫磺最後泡完 因為你最後泡完硫磺之後 全身都是硫磺 對 然後它還有SPA 還有青子的那個吸水池 還有那個網河水道 好好玩喔 老少嫌疑啊 新家代券 非常適合 我們這 我們今天是一天來回 但是我覺得其實真的可以在這邊住一個晚上 然後就是 兩天泡這樣 好爽喔 我們剛剛泡完湯 現在在羅東夜市 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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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豐盛喔 這個羊肉它一點都不燒 超好喝的 重要味很濃 現在在下雨 所以真的很難去拍攝 而且也沒什麼冷 我覺得下雨有好處就是我們剛剛吃的東西都不用排隊 連阿兆伯那個大家知道嗎 廟裡面都不用怎麼排隊 太棒了 之前我們有拍過一集宜蘭羅東夜市的影片 那個影片裡面有介紹很多美食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那個影片喔 那我們今天就是舒舒服服的一天去泡的湯 那個泡湯真的還蠻推薦大家去的 真的很爽 礁溪到處都是這樣的SPA 對啊礁溪其實真的很多這種的飯店都有這種的溫泉 大家可以去礁溪 放鬆一下 冬天就是要去泡湯啊 不然也去荷花山嘛 好熱喔 神經 真的 好啦那我們這次的舒舒服服的Vlog就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這類台灣的Vlog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還有開啟那個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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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